史坦尼夫拉夫斯基講過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前輩會這樣提醒 也看到很多其他TV裏面的資深演員 他都會給很多不同意見 這個背景只是其中賦予一個皮靠 在現場上或者令到角色再豐富一些 令他突出一些 在身邊你這麼多年 演戲的經驗大概五至七年的經驗 這些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累積下來 沒有一個到的位置 永遠都是無窮無盡 好像一塊黑洞 無窮無盡就好像一個銀河一樣 你永遠探索不到盡頭在哪裡 有一個新的態度 我擔心自己是什麼 很多時候也有一個心態出現就是 夠了 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拍 就是這樣做訪問 當你去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就停在這裡了 這個舞台的觀眾才是為主的 正如我很喜歡唱歌 但我不一定要唱歌給別人看 我不一定要做一個表演者 觀眾始終是最後的控制權 如果收集了很多意見 其實我很想留在舞台 就留 我很不想留在舞台 你就不要留 我覺得這個都要公平的 我覺得立場應該是這樣 一年內 其實社交需要距離 但朋友是不需要距離 工作如何 那些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你人生裡很多的過客 但那些過客是特別深刻印象 可能大家很投契 但可能隔了幾個月之後 大家就沒有聯絡 說不定你們可以見到一些 新的朋友 新的關係 我會多些聯絡這些朋友 反而就是 你說這一年 你更加知道 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或者可成為你朋友的人 甚至是 不可以成為你朋友的人 你會更加清晰